最後的話,你們會發現我在雲端上提供的程式會多一個叫Az4 那這個什麼意思?其實道理很簡單 因為我們要找的資料只會有一個 因為高明明在這個範圍裡面只會有一個高明明 它不會有第二個高明明 所以理論上如果找到一個,你就不需要往下找了 所以如果說你會有這種狀況,找到一個就不需要往下找的話 那請你在找到之後你就多寫一個敘述 叫做找到之後我已經OK了 那我就應該不要再往下 不要往下找就是再打Az4的意思 Az4的意思是說不要再往下繼續找了 因為不會有第二個高明明的 OK,但如果你還有別的高明明明就繼續找吧 不過理論上以我們這一題來看 你有家沒家應該感覺 因為現在電腦跑太快了 所以真的差那個千萬分之一秒 你怎麼會有感覺 因為它一下就全部找過一輪的 所以其實它找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除非你用的是很舊的電腦 或是說你用的是很龐大的資料 前提是要龐大 所以這個觀念如果有 當然對你未來在處理龐大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假設處理的是龐大的資料的話 你一直 叫它從頭找到尾 它已經明明找到你 它繼續讓它找 那當然會浪費時間 可是如果找到了不會有下一個 那你就Az4 它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所以這個其實跟程式的優化很有關係 這個概念一定要 所以Az4 如果說假設你要整個跳離程式 就Az4 所以說敘述有時候 大概常用的是Az4 如果你要整個跳離程式 就Az4 這個比較常用的 我大概說一下 所以這一個敘述的話 其實也可以把它帶到下面這個 搜索單位查詢 好 那再來的話還有哪一個 再來的話我目前已經找到高明明的 但是其他人怎麼辦 那其他人我們可以繼續往下找 所以所有人 那所有人呢 接下來 請你在那個所屬單位這個地方 我的習慣 再跟他講 我要找的那一些人的範圍在哪裡 那一些人的範圍在4 有沒有 那你直接看嘛 高明明在第二列 4i 假設i這邊沒用 上面那個就被用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寫上面的話 你要另外再起一個變數名 你不能用i 因為這個i已經用掉了 那我們下面for each沒有用 所以for i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好了 我就不要用看的啦 然後最下面一列是向下追蹤 怎麼追蹤呢 那我就從A1這個儲存格 幫我向下追蹤 就點end 然後呢 前刮弧 它會出現方向 那我用XLDOWN 一般習慣我是選了之後按空白鍵 然後後刮弧 然後再點什麼 點Raw 意思就是說 幫我追蹤到最下面的列 好 那Enter兩下 範圍有了 那要做什麼呢 那要做什麼呢 幫我做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 如果你把它拉到這邊來的話 記得喔 我的習慣是 我先給它這個範圍 然後把我要 這個範圍每一個都做一樣的事 在這個回圈拉到裡面去 OK 我的寫法這樣啦 這樣比較不會錯 OK 所以呢 把它選起來喔 然後往上拉 拉到這個範圍 那拉進來 因為它階層是同一階 會混淆 所以我的習慣是 把中間這個區塊的程式 按Tab鍵 讓它下一階 意思說 我在這個範圍裡面 做這些事情 那有哪個地方需要改呢 其實需要改的地方 應該看得出來吧 Sales的第... 這個是要查的 那我們剛剛是 要查的是固定在第二列 所以你其實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2改成 改成I 有沒有 所以它第一次是高明明 那下一個的話呢 就變成小明 再下一個就變 留一、二 有沒有 那這個也一樣 那鎖索單位查完之後放哪裡 一樣放在 第I列 所以第一次放第二列 第二次放第三 以此類推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改成I 好 理論上應該是 程式寫完了啦 那寫完之後應該可以看懂 所以其實只是加一個範圍 然後修改一下這個變數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應該 應該 就大功告成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啦 它有時候也不要太有自信 所以我的習慣怎麼樣 先這邊設個中斷點 讓它亂亂看 如果 一次OK 你就繼續跑 如果不OK 你就再去檢查一下 哪邊有錯 所以執行一下 好 那看一下 這個有找到G單位了 沒錯 他就幫我把 這應該 跟隨一下 這個應該是剛剛的 剛剛放的 應該這還沒有丟過來 看一下 這個按F8 所以我的習慣會在 IF的下面這一行先停下來 然後呢 停下來之後按F8 如果輸出是G單位 那表示OK 以這個F8 找到了就不要再往下找 這樣就省成那樣多時間 再讓它執行 好 又找到了 這個應該是 陳曉明吧 陳曉明 是哪個單位呢 好像是A單位吧 對沒錯 A單位找到了 那看起來 陳氏沒問題 那一般我的習慣是 會中斷看看 大概跑個兩個 三個這樣 那應該沒問題之後 我接下來呢 會把中斷的這個點拿掉 因為我就不要再停了 OK 為什麼要停呢 因為我不確定陳詞是不是對的 這個也是寫成是一個小技巧 當然這個是我自己的習慣 OK 而且這個書上應該也不會講 沒有一本書講到這個 這個除錯技巧 那我是不是這樣做 因為我自己已經寫了快30年了 所以我對這個陳詞已經是 不敢說瞭若指掌 但是應該也已經到了某一個階段了 OK 應該熟到已經 說真的它裡面有什麼 應該也沒有 不知道的 每一種方式給它踹過了 OK 所以最後會找到一個 我覺得最簡單的 而且是最有效率的 除錯方法 這是我提供給各位的一種方式 這時候我覺得還蠻受用的 不要傻傻 每次這樣有些同學 就直接給它一直run run錯了 老師錯了怎麼辦 你又找不到錯誤 所以這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停下來 並且錯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裡面是放什麼 有沒有 這個變數裡面放什麼 有沒有 它可以去追蹤每一個 變數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你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做一個判斷 至少我覺得這個方法應該還蠻OK的 剩下來如果你最後 不要了 你就把中段拿掉 有沒有 OK 然後再讓它全部run 這樣就OK了 看起來沒什麼 但很好用 以後的話 如果你會這些除錯的方法 應該對於你寫程式上面 會有很大的幫助 至少你寫程式的時候 你會越有信心 怎麼寫都對 OK 即便錯了 你馬上可以改 改完再倒車一下 再寫 就OK了 所以其實你寫一個程式 還蠻愉快的 很有成就感 越寫越開心 最後檢查一下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得到的結果 應該都跟這個 右邊的都一模一樣 最後當然你再寫個清除 清除我就不寫了 清除的話 你用那個什麼 用range來清除好像更好 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寫個清楚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用回圈的方式 當然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什麼 寫一個range 前面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 怎麼樣 你可以用range 所以你這邊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 哪個範圍呢 從這個 b2 所以你可以從b2 這個儲存格 到b1的最下面那個 那最下面那個 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就可以怎麼樣 用追蹤的 那追蹤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你可以先 先結束 and r就可以了 那這個r的話 後面加個等於空的 那上面這個r 可以用什麼來追蹤呢 你可以用這個 其實就是跟上面這一行一樣 你可以r等於追蹤到的結果 然後再把這個r丟到這邊來 跟b串在一起 ok 那這樣的話呢 清除我看 應該這樣ok了 清除 有沒有這樣就清掉了 然後他應該也會 ctrl向下 也會清到底 所以這樣的清除方法 應該效率會比較快一些些 我看一下 好清楚的另外有寫法 ok 好 那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剛剛的話呢 的那個程式 一樣在雲端也有 查詢全部的人員 做到你的 如果你是否應該用來 更加清除 您吃到這些 你的